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 我们总是爱追逐热点新闻 特别是娱乐圈里的那些八卦 今年乒乓球界有一对年轻帅气的选手孙颖莎和王楚清 时不时就被媒体和网友拿出来说几句 最近更是因为一些小动作 被传出了一段让人浮想连篇的恋情 这段废文就像施政武的阳光 瞬间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过去了 可是 有一位名叫谢渝的人在自己的直播间里却大声辟谣 声称这一切都是谣言 根本就不是事实 网友们对谢渝的辟谣反应个异 有的觉得他简直就像是个英雄 敢于在这种情况下说真话 有的则半信半疑 觉得谢渝是不是有点过于出风头了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事 理理其中的整堂戏台是怎么个情况 先说说孙颖莎和王楚清这俩小年轻 大家都知道 孙颖莎可是现在乒乓球界的一个明星选手 成绩斐然 年轻有为 大伙想想 像他这样优秀的人 哪能不吸引一些眼球呢 而王楚清也是不遑多让 打球技术到位 外形也在线 雅人一起有时候被拍到的画面 看上去真的是很甜蜜 再说 年轻的小情侣之间 在忙碌的训练和比赛中 难免有一些亲密接触 媒体和网友们揣测也是情侣之中 不仅是关注也是爱护吗 当然了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网络上可真是什么都能传得飞快 一开始只是一餐馆里一起吃饭 这照片一出来 却意外引发了无数的想象 很多网友纷纷发表自己的评论 啥都有 有的人觉得他们很配 有的人则忍不住调侃 说这可是柜圈里最浪漫的饭局 这样的评论一出 直接把气氛弄得火热一长 简直连七六五九一一都成前戏了 大家开始各种组队热议 就这样 阴阴艳艳的绯闻越传越广 甚至连森影杀自己也被拉出来晒了一波 可就是在这个时候 谢瑜在直播间里不干了 他出来辟谣 生动又形象 称这些都是道听途说的无稽之谈 他还提到 自己作为朋友 陪着他们一起出去吃饭 都是正常的社交行为 何必把事情弄得如此复杂呢 谢瑜这番话一出 仿佛给混乱的局面按下了暂停键 谢瑜辟谣之后 大家的反应就更有意思了 有些网友反问 你是不是怕火药味太浓 要帮老队友减压呢 也有人更直接 愿为谢瑜发表的看法只是在层热度 民生大振不如真心做个好朋友 在这个话题的热度之下 各种意见和争论也随之而来 网友们在弹幕和评论区里可谓是大吵大叫 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 其实在我看来 谢瑜的做法是值得称赞的 在如今这样一个真相总被扭曲的时代 敢于站出来说不 确实是一种勇气 再说 身为朋友 站出来说几句维护朋友民生的话 也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 他们三人之间的友情 除了运动的联系 还有许多生活的点滴 难道为了这传闻就要撇清关系吗 这未免也太无情了 接着 咱们再说说网友的热议吧 不同的观点碰撞出新的火花 生活总是需要多样性 但在我看来 很多网友的疑虑也是值得关注的 谢瑜他自己如何看待这段友谊 是否真的如他所说的那样单纯 也许这才是大家最关心的 在这个事件中 网友们不仅在讨论一些巴尬 也是对这种公开辟谣的一种不同态度 尤其是对待真相的期待 当然了 向前看 咱们还是希望孙颖莎和王楚清 在各自的赛场上继续发光发热 成绩越来越好 毕竟 作为年轻运动员 他们承载了太多的希望 也在拼搏奋斗的路上走得越来越远 对于流言蜚语 适当放宽心态 不意外勿扰内心 用心打好每一场比赛 让自己的实力说话 这才是王道 当一段绯闻出现在我们面前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并不是更多的八卦 而是能从中看出这些运动员的成长与奋斗 希望以后无论是孙颖莎还是王楚清 能够在生活的舞台上精彩分成 在事业上更上一层楼 而我们作为观众 只需静静观赏就好 当涉及情感时 最重要的还是个人的真实想法 而不是外界的评论走向 做自己 总会有人支持 在谢渝的勇敢辟谣中 他或许无言地表达了对好友的支持和信任 这种信任有时比爱情更为珍贵 而我们作为旁观者 充其量只是一场热闹的闹剧 真正牵涉的情感与关系 必须由当事人自己来把握 我们可以看出明星的生活 并不仅仅是聚光灯下的风光 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艰辛与挑战 作为旁观者 尊重他们的选择与努力 拥抱这个偶尔爆发的娱乐事件 也许是我们应该追求的体验 无论如何 新一轮的绯闻多了 各度也随之而来 按希望大家在追逐热度的 不忘自己内心最真实的追求 让我们一起期待 运动员们继续在赛场上奋勇争先 不被外界的噪音所干扰 完美展现自我 真正的力量始终藏在每一次挥拍与机球中 展现出无可阻挡的风采 希望今天的温暖与理解 能够成为大家在做自己理想事业时的不解动力 越过每一个山丘迎接每一束光芒 国拼 这片承载着国人无限荣耀与期许的赛场 从来不乏精彩绝伦的竞技比拼 也时常涌现出千动人心的场外话题 其中 有关孙颖沙和王楚清这对年轻选手的爱情猜想 便如同平地惊雷 在球迷圈中掀起阵阵波澜 他们 一个是清新甜美的小魔王 用灵动的球风和灿烂的笑容征服了无数球迷 一个是英俊帅气的大头 以沉稳的性格和强大的实力 稳坐男单的头把交椅 当这对金童玉女携手征战混双赛场 他们之间自然而然的默契与配合 便如同磁铁般吸引着众人的目光 也引发了关于他们关系的无限遐想 2023年的一场国平队内活动 仿佛为这段爱情故事增添了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舞台上 孙颖沙和王楚清被安排合唱一曲 他们一个温婉动听 一个低沉词性 交织成一幅和谐美好的画面 台下 球迷们的欢呼声词起笔伏 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而肖战指导一具意味深长的龙凤城祥 更是为这段关系蒙上了一层暧昧的色彩 让球迷们浮想连篇 此后 各种关于两人甜蜜互动的细节被放大解读 孙颖沙坦言自己爱吃零食 而王楚清会贴心地帮他带上 比赛间隙 他们相识一笑 也被解读为新赵不轩的默契 甚至连两人在社交媒体上的互动 都被CP粉们视为爱情的证据 一时间 关于他们在一起的呼声声消沉上 球迷们热切地期盼着这对金童玉女 能够在现实生活中移走到一起 毕竟 谁不爱看甜甜的爱情故事呢 更何况 这对CP的实力和颜值都如此出众 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面对铺天盖地的猜测和议论 无论是孙颖沙还是王楚清 都选择了沉默一对 而国平官方 也从未正面回应过这段恋情 这种默认的态度 反而更加剧了球迷们的好奇心 各种版本的爱情故事在坊间流传 他们早已互生情愫 只是爱于身份和压力 选择低调处理这段感情 也他们只是关系很好的朋友和搭档 被外界过度解读了 真真假假 虚虚实实 让这段爱情更加扑朔迷离 直到巴黎奥运会后 事情的真相才逐渐浮出水面 在一次直播中 涉及奥运冠军谢宇无意中透露 孙颖沙和王楚亲并非恋人关系 这位与孙颖沙司交甚堵的奥运冠军 用一句简单的肯定是假的 为这段沸沸扬扬的爱情传闻画上了句号 消息一出 舆论哗然 有人表示难以置信 毕竟两人之间的粉红泡泡实在太多 也有人表示理解和支持 愿为运动员应该专注于赛场 感情生活是他们的私事 而孙颖沙本源 则在社交平台上大方地回应了这段爱情的传闻 他坦言 王楚亲是他最好的朋友和搭档 他们之间的情谊 比爱情更加珍贵 这段金童玉女的爱情故事 最终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落下帷幕 或许 对于CP粉们来说 这是一种遗憾 但对于孙颖沙和王楚亲来说 这或许是最好的结局 他们 一个是赛场上敢打敢拼的小木王 一个是沉稳内敛的大头 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闪耀着光芒 也用彼此的信任和支持 谱写着属于他们的友谊之歌 回望这段被爱情的旅程 我们不难发现 球迷们对孙颖沙和王楚亲的爱情期待 并非毫无缘由 他们年龄相仿 性格互补 实力相当 共同经历过大赛的喜礼 也共同分享过胜利的喜悦 在赛场上 他们是彼此最默契的搭档 相互扶持 共同进步 在赛场下 他们是无话不谈的好友 一起训练 一起玩耍 一起成长 这种亲密无间的伙伴关系 在旁人眼中 难免会产生一种超越友谊的错觉 再加上一些捕风捉影的证据 以及国平官方的默认态度 更加助长了这段爱情传闻的蔓延 爱情和友情 终究是两种不同的情感 爱情需要激情和浪漫 而友情则更需要理解和包容 孙颖沙和王楚亲之间的关系 更倾向于后者 他们彼此欣赏 彼此信任 彼此支持 但这种情感 更像是一种亲人般的 依赖和战友般的默契 而非恋人间的甜蜜和激情 或许 在未来的某一天 他们会各自遇到生命中的另一半 组成幸福的家庭 但无论如何 这段共同奋斗的青春岁月 这段相互陪伴的宝贵经历 都将成为他们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而这段被爱情的插曲 也让我们看到了 除了爱情之外 还有很多珍贵的情感 值得我们去珍惜和守护 竞技体育的魅力 不仅在于赛场上的激烈角逐 更在于运动员之间 展现出的拼搏精神 团队协作和真实情感 孙颖莎和王楚清的故事 正是对这种魅力的最好诠释 他们用行动证明 友情和梦想 同样可以成为彼此前进的动力 他们用实力证明 年轻一代的国拼选手 正义洋洋的姿态 扛起中国乒乓球的未来 这段金童玉女的爱情故事 或许已经画上了句号 但属于他们的故事 仍在继续 让我们祝福孙颖莎和王楚清 在未来的赛场上 继续创造属于他们的辉煌 为中国乒乓球再添新的荣誉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分享你对孙颖莎和王楚清的看法 以及你对这段被爱情故事的理解 国拼 这片承载着国人无限荣耀与期曲的赛场 从来不乏精彩绝伦的竞技比拼 也时常涌现出千动人心的场外话题 其中 有关孙颖莎和王楚清这对年轻选手的爱情猜想 便如同平地惊雷 在球迷圈中掀起阵阵波澜 他们 一个是清新甜美的小魔王 用灵动的囚风和灿烂的笑容征服了无数球迷 一个是英俊帅气的大头 以沉稳的性格和强大的实力稳坐男单的头把交椅 当这对金童玉女携手征战混双赛场 他们之间自然而然的默契与配合 便如同紫铁般吸引着众人的目光 也引发了关于他们关系的无限狭想 2023年的一场国评队内活动 仿佛为这段爱情故事增添了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舞台上 孙颖莎和王楚清被安排合唱一曲 他们一个温婉动听 一个低沉词性 交织成一幅和谐美好的画面 台下 球迷们的欢呼声词起笔伏 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而肖战指导一具意味深长的龙凤城祥 更是为这段关系蒙上了一层暧昧的色彩 让球迷们浮想联篇 此后 各种关于两人甜蜜互动的细节被放大解读 孙颖莎坦言自己爱吃零食 而王楚清会贴心地帮他带上 比赛间隙 他们相识一笑 也被解读为新赵不轩的默契 甚至连两人在社交媒体上的互动 都被CP粉们视为爱情的证据 一时间 关于他们在一起的呼声甚嚣尘上 球迷们热切地期盼着这对金童玉女 能够在现实生活中也走到一起 毕竟 谁不爱看甜甜的爱情故事呢 更何况 这对CP的实力和颜值都如此出众 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面对普天盖地的猜测和议论 无论是孙颖莎还是王楚清 都选择了沉默一对 而国平官方 也从未正面回应过这段恋情 这种默认的态度 反而更加剧了球迷们的好奇心 各种版本的爱情故事在方间流传 他们早已互生情愫 只是爱于身份和压力 选择低调处理这段感情 也他们只是关系很好的朋友和搭搭 被外界过度解读了 真真假假 叙叙实实 让这段爱情更加扑朔迷离 直到巴黎奥运会后 事情的真相才逐渐浮出水面 在一次直播中 射击奥运冠军谢渝无意中透露 孙颖莎和王楚亲并非恋人关系 这位与孙颖莎私交甚度的奥运冠军 用一句简单的肯定是假的 为这段沸沸扬扬的爱情传闻画上了句号 消息一出 舆论哗然 有人表示难以置信 毕竟两人之间的粉红泡泡实在太多 也有人表示理解和支持 愿为运动员应该专注于赛场 感情生活是他们的私事 而孙颖莎本源 则在社交平台上大方地回应了这段爱情的传闻 他坦言 王楚亲是他最好的朋友和搭档 他们之间的情谊 比爱情更加珍贵 这段金童玉女的爱情故事 最终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落下帷幕 或许 对于CP粉们来说 这是一种遗憾 但对于孙颖莎和王楚亲来说 这或许是最好的结局 他们 一个是赛场上赶打赶拼的小魔王 一个是沉稳内敛的大头 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闪耀着光芒 也用彼此的信任和支持 谱写着属于他们的友谊之歌 回望这段被爱情的旅程 我们不难发现 球迷们对孙颖莎和王楚亲的爱情期待 并非毫无缘由 他们年龄相仿 性格互补 实力相当 共同经历过大赛的洗礼 也共同分享过胜利的喜悦 在赛场上 他们是彼此最默契的搭档 相互扶持 共同进步 在赛场下 他们是无话不谈的好友 一起训练 一起玩耍 一起成长 这种亲密无间的伙伴关系 在旁人眼中 难免会产生一种超越友谊的错觉 再加上一些捕风捉影的证据 以及国平官方的默认态度 更加助长了这段爱情传闻的蔓延 爱情和友情 终究是两种不同的情感 爱情需要激情和浪漫 而友情则更需要理解和包容 孙颖莎和王楚亲之间的关系 显然更倾向于后者 他们彼此欣赏 彼此信任 彼此支持 但这种情感 更像是一种亲人般的 依赖和战友般的默契 而非恋人间的甜蜜和激情 或许 在未来的某一天 他们会各自遇到生命中的另一半 组成幸福的家庭 但无论如何 这段共同奋斗的青春岁月 这段相互陪伴的宝贵经历 都将成为他们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而这段被爱情的插曲 也让我们看到了 除了爱情之外 还有很多珍贵的情感 值得我们去珍惜和守护 竞技体育的魅力 不仅在于赛场上的激烈角逐 更在于运动员之间 展现出的拼搏精神 团队协作和真挚情感 孙颖沙和王储钦的故事 正是对这种魅力的最好诠释 他们用行动证明 友情和梦想 同样可以成为彼此前进的动力 他们用实力证明 年轻一代的国拼选手 正义洋洋的姿态 扛起中国乒乓球的未来 这段金童玉女的爱情故事 或许已经画上了句号 但属于他们的故事仍在继续 让我们祝福孙颖沙和王储钦 在未来的赛场上 继续创造属于他们的辉煌 为中国乒乓球再添新的荣誉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分享你对孙颖沙和王储钦的看法 以及你对这段被爱情故事的理解 孙颖沙和王储钦是不是CP啊 他们的好朋友谢渝 在最新的直播中终于澄清了 总结一句话 就是假的 而且从来就没有所谓的CP 这件事还上了热搜了呢 粉圈那套东西 带到体育圈真的是不可取 咱们先说说都有谁辟谣过这件事 首先你下连就的辟谣过 说大头女朋友另有其人 乒乓球选手陈其也辟谣肯定是假的呗 乒乓球队的工作人员也说过 根本就是没有赢的事情 当然了 最重要的是孙颖沙和王储钦自己都辟谣过 总结下他们俩的说法 就是好朋友好搭档而已 当初为了备战混双 所以组了个组合 结果没想到火了 这下次好吗 一大堆过来追星的 虽然说 这些网友的追跑 的确是给乒乓球带了极高的热度 但是对当事人来说 夺冠的人物都完成了 组合也暂时解散了 真没有必须用CP组合 再去审视人家 我觉得 很多人就是信自己那一套 非要觉得有点啥才是对的 随意叠女孩一个这样的身份 满足他们的私欲 绝对是不可取的 谢于开直播辟谣 孙颖沙王储钦CP 根本就是假的 没有必须用 如果我没关系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